一颗飞弹击中了一架战斗机 AI工具玩过很多 但玩得这么嗨的还是第一次 它不仅可以让汽车人一键变形 变身成超级英雄 且能让你实现各种变身 一个人就能组建复仇者联盟 甚至让你的某种没事跳个舞来哄你开心 今天我们将实测Ed Michael刚刚更新的AI影片功能 让你变身为超级英雄 一起打败大反派 赶紧点好订阅收场赞 我们变形出发 功能介绍 真的有能做到把整个AI工具都塞进剪辑软件中的 它简直疯了 它把AI特效 纹身图 图身图 AI动画 AI转场 甚至是换脸 全都安排上了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我现在的感觉 那就是 充满意外 但 亮大广宝 开始测试 当我用一句提示词在纹身图中生成第一个影片的时候 就开始亢奋了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到飞弹攻击目标 还是感觉蛮神奇的 忘了这个 我们用另外的提示词再来试一下 大概三分钟左右 影片就生成好了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那提示词的理解和生成质量还是不错的 但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小瑕疵 我们再来试一下不同风格的提示词 细节上比我想象中要多 这个结果感觉上更像游戏CG 我再多生成几个给宝子们看看 把准备好的图片上传进来 写上一句简单的提示词 然后点击生成 看看效果如何 我从我认影片的质量来看 这个生成结果也在意料之中 本来准备赞叹这个AI引擎居然可以这么稳 结果就给我整坠机了 总之虽然有点小瑕疵 但是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 它两种提供了五种动画风格 我们只需要写上提示词 就可以直接生成 再来试一下3D版的效果怎么样 还有赛博朋克风 以及黏土风 我是真没想到 它居然融合了这么多风格的模板 跳舞风格化 外观娱乐 变身等等 想要什么样的都有 看到这么多好玩的范例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咱们就从这个开始测试 可以看到它给的范例 是一个拟人化的猫咪 那我们就上传一张真人图像 看看效果怎么样 这也并不是真人哪 管它呢 把它上传进来 直接点击生成 等待几分钟以后 我们来看看效果 这也太模型了吧 那再搞两个人的进来 生成一下会怎么样 宝子们可能会说 这本来就是两个人的范例 所以没有问题是应该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玩把大的 我直接上传一张这么多人的图 也套用两个人的模型 然后生成出来看看效果 哇 舞跳得这么好不出道可惜了 当我看到这个模型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一定会试一试 上传一张惊奇队长的图片 然后点击生成 我一直在换 它就提供了众多经典变身模板 我决定就用一张图 让变身后再变变变变变 一环套一环 无限变身 找出可以赢 BATMAN 一店liness 我们撑吧 一遍iCore的这次更新确实让我惊了一把 不仅把AI生图功能整个嵌入到剪辑软件当中 还提供了大量便于小白操作的模板 基本可以在同一个软件中完成AI创作与智慧剪辑 那功能还是有需要完善的地方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 收费 不介意的宝子们可以大胆的去尝试 好了今天这款AI影片工具的实测就差不多到这边 说真的效果有让我惊到一点 但也有几个地方还是 嗯你懂的 不过科技就是这样 一步步来 搞不好再过几个月又更新爆炸了 如果你对这类AI工具也有兴趣 或是想看我实测其他类型的生成神器 记得帮我按个赞订阅分享一下 留言区也可以告诉我你最想试哪一款 我下次就帮你玩爆它 我们下支影片见 掰啦